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天拍摄的是在儿童公园的戏份 宋天一身简洁休闲装扮亮相 拍摄的一场坐在旋转木马的戏 据透露 她在剧中扮演的是一位出身平房参加选秀的女孩姜美丽 现场看起来十分亲和 就像个邻家女孩似的 宋天的到来也令片场的小朋友们感到非常兴奋 将她腾腾围住 而宋天也像个姐姐一样把小朋友们抱在怀里 爱心十足 现场的十位幸运粉丝 不仅可以直接到片场观摩外景拍摄 还直接为光庄访欧 采访后和任东和宋健 还亲自和粉丝们合影 这种福利可不是随便有的 不过话说回来 最令人期待的还是这部今年下半年 即将和观众见面的美丽的秘密 看看两位主角都怎么说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剧本呢 情缠呢我相信是现在很多观众喜欢看的 那我觉得至少有时候自己会拍一些 可能比较未必那么商业的一个作品 但是我觉得这个作品呢是一定可以 辅助你们的观众的一个喜好 是不是啊希望大家都会喜欢 因为其实真的是故事情节 就是真的是很纠结 然后很灭心 然后我们拍的时候也真的是很有趣 然后也很努力在拍 然后导演也真的是很忠心的在指导我们 然后在拍 所以大家都很忠心很努力 很辛苦的在拍这部戏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得多支持 能够到时候会喜欢美丽的那部戏 关于他们现场的内容 咱们就先剧透到这里 更多现场精彩内容 宋庆和润冬都在专访中爆了什么料 请期待乐视王后续报道 更多精彩内容 下载乐视视频 移动客户端 下载乐视频